以后莲藕买回来 不要再凉档或者煲汤了 这道速炒藕丝你一定要试试 出锅香辣脆爽好吃又下饭 首先莲藕先切丝再切片 切好后放到清水里浸泡一会 油热放蒜末干辣椒 大火给它爆香 再倒入藕丝 开大火翻炒均匀炒至断生 调味放生抽 盐鸡精 香醋 再来一把青椒 大火翻炒个三四五六下即可出锅 这么简单又好吃的下饭菜 你一定要试试哦